请你们完成 指定的游戏挑战 那谁猜的穿上 你干嘛呀包威尔 你给我出去 一 二 三 包威尔太卓越了 她的面前 你好专业 蔡老师 你俩也挺好磕的 什么都磕水害了你呀姐 这班就上到这儿了 小心石头别摔了 蔡老师 好 进去吧 脚脚 心不愿 我要是我左脸 我也是 我要是 那我们快换 我给你换 我给你换 我再看 左脸 等一下 我再看 我这个地方是左脸 这个机位拍我这儿 我再看大家 好吧 好 那我看大家我就 左脸 我是这两个 是你吗老师 左脸 我不过往后 左脸 好 左脸 左脸 那个机位就不要拍我了 左或正 那不好意思 我今天就不会跟你讲话了 我自己在这边点 所以我们换一下 这样你可以跟我讲话 也可以对左边 你也戴电肩了 他还戴电肩 他戴电肩成这样了 他戴电肩成这样了 他戴电肩成健美小姐了 吓死了 健美小姐 我肩膀多少 看看这个电肩 但我是那种明显电肩 就告诉大家 我穿了电肩 不是 你这是衣服的电肩 戴着 对吧 他这个是 他这个是贴在肩膀上那种 昨天在跟他说 这样子一拍他的肩膀 我跟你说那天就是很搞笑 因为那天Jackson哥 就走的时候 他不一直在捏我的肩膀吗 所以就一条拍一 二 他一直在捏 但他本来就捏我这 然后捏到我这了 我就开始尴尬 你们谁来叫服务员电肩 姐姐 你好 这是你们提前的菜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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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哦 这个手写得很帅 不是 这个是 我也有任务来了 不行 这班就上到这儿了 今日特别菜单 凭实力干饭包 请你们完成指定的游戏挑战 根据挑战成绩决定 你们可以享用哪个套餐 三个项目挑战成功可获得 吃完这顿不用下顿的套餐 两个项目挑战成功可获得 吃了还想吃的套餐 一个项目挑战成功可获得 好像吃了好像没吃的套餐 薪食配蔬菜汁营养又健康 这也挺好的我觉得 熟练 好的 第一个挑战猜猜我是谁 十道人名题 一人演一人猜 只能通过模仿口头禅 表情 习惯动作进行表演 两人要在六十秒内猜对十道题 极为成功 六秒钟猜一个人 都是节目里的人吗 对 那我演 你放开一点自己 来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蔡子欣 快快别浪费时间就六十秒 未来星 不是 奥斯卡 不是 不是 高楼大山人们该在寻找什么呢 五一套 对 王OK 这个怎么敢演 快快快 这好难 好难啊这个 翻 过 展婴 浦语 又没有什么粉丝基础 我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包袱 翻 怎么这可以翻 快 秦 转 YO 刚刚 快快 再 莫莫 莫美琪 不是 黄彩派莫美 再往下 刚才两道题要重新拍 那你先暂停时间 我要把它翻回去 你们找到刚刚的那题 时间到 你刚刚没有说 这里只有十道题 规则说的赖皮 导演不行 再重来 有点赖皮 收有一点 对 有点赖皮 我们都以为有很多道 还可以过呢 那这样 刚才他看到那两个人 十两之类 你知道是哪两个人吗 就我没猜的 我从头翻一遍 这个说了吗 等一下 我看一个过的是谁 你翻翻翻 这谁猜得出来是黄昂靖老师 你说什么 干嘛呀 包威尔儿 你给我出去 好吧 好吧 这个不能怪你们 这是我们 还不错 可以了 第二个挑战 实际学者 好题来自安琪的最爱 《武林外传》 十道题包含街词和问答 答对八题极为成功 为大家尔赞 靠我的 谁记得 是谁的 我在这一刻提出的问题 还是你刚才听到的问题吗 我杀了你 是谁杀了我 而我又杀了谁 这么厉害 是吗 世界如此 美妙我觉得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不好 经典台词 一 二 三 行 开始 好灰 那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加过来 如果应该不加过来 阿地夫君也不会死 如果阿地夫君不死 那我就不会沦落到 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 我的天哪 你是编剧吧 子聪在童福客栈 子聪在童福客栈遇见你 好 就这样 后来呢 就像那春风吹进我 心窝里 对吧 好恐怖啊 还想难倒我 这是《屋里外传》 《屋里外传》的故事 发生在哪个朝代 还想难倒我 难倒我 随便乱说吧 你就说一个送 随便说一个什么 朝代 我查一下 可是应该是 他们 他们其实不属于那个朝代 他们有很多现代 现代的元素 这个太难了 明代 但是你又没说我们不可以请问云吗 对 而且我是跟 我刚刚跟他自拍了一下 对啊 你看画面是这样子 是个自拍 对啊 我们刚刚在自拍 我们刚刚在自拍 好 那这三道题 郭芙蓉的堂妹的 多强威 李大嘴母亲在儿子背上刻了什么字 好汉饶命 李大嘴跟野生师傅学会的武功是 强龙十八掌 强龙十八掌 安琴 等一下 真的推荐你们看我俩一转 这感觉不太对劲 我也感觉 感觉酷瓜枝吧 是正常的 没有赌 下一个难题就是 胡语和千贝 完了完了 不要抱有希望 九千是什么东西 九千呢并不是九千 它其实是九零零零的意思 九零后 零零后 对 哦 看 看 完了完了 两人一组猜词 词语和零零后 或九零后记忆有关 在九十秒内猜对六道题 极为成功 来 准备了哦 三 二 一 开始 过 你早饭会不会一碗粥里面 你要加点啥 下饭的 榨菜 对好 电子榨菜 对 好 下面 有没有看过一个剧 那个剧的男主角被 切了 手断了 被切掉了 然后里面有只鸟 一个很大的丢 这剧叫谁叫杀驴 女主角最经典那版是谁演的 谁演的 刘亦菲 我们看的应该是另外一个版 特别厉害 特别牛 我们网络用语四个英文字 英文字 哇 神了 神了 外白点S 对 往下 我们那年代有一种 那个头型特别夸张 沙满特 对 好 好 这部是谷歌演的古装剧 蓝牙榜 对 好 往下 然后我们去唱歌 唱歌 昨天晚上我说我要去 唱K 四个字面 卡拉 OK 对 好 往下 好 然后 你知道我们那年代听歌没有盘 它是一个卡带 紫带 对 好 往下 没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等于你们是有两个任务挑战成功了 对吧 如果你们最后一个任务可以挑战成功的话 你们可以拿到可以挑战 好 OK 第四个挑战是绝对音感 两个人卡拉OK合唱 成绩要达到一千分以上 没事 那个很容易 我都每次都是一百分 你们不用哪 很容易百分 最简单就那种一个音一个音的音准 反差一下吧 不要在这里炫技了 只要醋了 不愿为你翻山越岭 却无心可风景 我想你身不由己 每个年头有新的梦迹 答应你没忘记 我永远保护你 不管风雨的大街 全心 全意 OK 肯定可以吧 肯定可以 绝对可以 来 想死了 不要高兴得太早 规则还有一半没说完 绝对音感要挑战的是绝对差音感 两人要再次合唱 分数要低于刚才分数的百分之六十 才算成功 那简单 那简单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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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比赛流浪朝夕 爱就一个自我 别人会觉得他们那个舞台是假唱 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 让你幸福 我愿意试 必须得试 节奏也不能卡住 对 结束了 结束了 哎呀 九百六分 好的 挑战成功 好 祝贺 祝贺 好 祝贺 祝贺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上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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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个看上去不错 好 好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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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披萨感觉可以 这个不应该叫 这个班就上到这儿 这个肥就减到这儿 是一个可以吃的动作了 不合适吧 谢谢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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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感谢食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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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不言请不语 大家 那你出去吃 干嘛 就是你讲我不能讲你了 你俩也挺好磕的 什么都磕出害了你啊 姐 不是 我真的得重庆一下 菜菜真的很弱 身子骨不是很硬朗的那种 从认识菜开始 他一直在各种不舒服 我们上次跟他一起健身 他还会打拳 对 打拳 打了十分钟 我感觉那 你是不是把他欺负了 他能讨到怨气 右右左 十分钟 十分钟 汗如雨下 你说菜菜吗 整个人就像 就汗蒸了 我天哪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上次练那个拳击的时候 他在滑水 就他力气很小 那要不要正式匹配一下 咱们场上体力的匹配 好难度 好难度 我是个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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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文人不要 我没有什么自信 我是个很自卑的人 自卑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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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弱的文人 他叫所有人都说 我那个出舞台表现不好 就是因为核心 真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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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要喝那个汤吗 没人喝 我直接整晚喝酒了 给我来到这里的 看到的第一个 谢谢 嘉宾 真的蛮逼的 是 因为你当时在门外面 我过来的时候 你就让我看过你的经历 你看过他 我看过 那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种比赛的压力 会稍微更大一点 因为就是 他封闭在里面 睡觉的时间也比我们少 更少 我觉得这里其实比 那个比赛要轻松一点 所以 就是大家相处的也会更 稍微我觉得轻松一点 去了十几个大部分 第一个舞台舞台 但是第一个舞台舞台 对 第一个舞台舞台 对 很神奇 牛啊 他很厉害 我们没有人下班 牛 牛 嗯 对 我跟他玩 我想念尿 不合适吧 不合适吧 你不让他去是吧 等一下菜回来 我们所有人一个都不说话 看到什么反应 我们等会他一来 我们就马上闭嘴 然后站在调他 站在调他 就是我们俩对视一下 然后 对 好 这好 转开起来 干吗 什么谁都不能先说话 什么谁说谁说 没有没有 没关系 没关系 继续吃 继续吃 继续吃嘛 想吃什么吃什么 嗯 继续我们继续说 我们刚刚说哪了 她装作刚刚在讨论我 刚刚说 她是什么 不是 穿上路太快了 因为鲍威尔太拙劣 她在面前 你好专业哦 你好专业哦 蔡老师 就是点评我一下吧 对 对 年轻人推脚好啦 是这个意思啦 不会像某人一样 就是跑着我这摔脚 反正以后我再也不会穿靴子跳舞了 那天聊的时候 Jackson问我 他说你有什么不想做的吗 我说我不会跳舞 他说好 那我给你加一段那个 50秒的舞台 从 从音乐跳到音乐 我说好好 必须加我们的好好好 不是不办 你知道吧 这个 今日特供甜品 焦糖不焦虑 每个甜品上写着 在座某个人的焦虑 然后轮流认领你的焦虑 吃完这份甜品 就从焦虑中解放出来吧 好了 让我来点名吧 头发焦虑 这个还蛮好玩的 头发焦虑 谁啊 谁的 谁是头发焦虑 头发焦虑 虽然我戴帽子 但是不要看我 虽然 我知道是谁 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 我们把它弄起来 来不来 不敢弄的 那就是 不敢弄的 这个真的不行 这个真的 来了 这不是 一二三 好了 那就是你的了 这不合事吧 这不合事吧 不合事吧 是因为我对唱的时候看着她 我们两个对视就会想笑 然后我就会直接平视她的发际线 就这样子看着她的发疯 你知道吗 所以她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这两缕都是假的 这两缕 但是我觉得直发 这个东西会很奇怪 就是拆东墙补西墙 我三十多岁估计要去直发了 我觉得 因为我二舅舅就是 丢点脱发 你好 你好拆景星的二舅舅 你好 你好 推 推 多赚点钱 给二舅舅 找个好医院 怎么回事 你吓死了 鸡蛋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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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开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有点吓人 发生什么 有点吓人 发生什么 有没有只会笑出眼泪来 现在这门槛真的很高 得有那个 腔体真的很好 是真的 好笑 就这样笑 我这边耳朵不他 搞钱焦虑 搞钱焦虑 谁啊 是我的 是我的 我很缺钱 还在这儿搞钱 我很缺钱吗 你有缺钱吗 这包包哥不太像 我很缺钱 为什么呢 你说一下 说一下呢 没有 就是因为我 表达一下 因为我家里是 不怎么给我钱的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出国读书就会特别有钱 这是一种刻板印象 但其实真的不是 因为我父母就会 只会承担 我最基础的房租和 就是吃饭 然后呢 但是我又是那种很想 去享受生活的人 我只是希望 我自己能快点赚钱 然后自己去满足自己的 这些欲望 父母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 每次我出去的时候 就会说 你要干什么 你要花多少钱 你要跟谁一块出去玩 这都会让我觉得 很被限制 很不自由 所以我希望 我可以快点自己赚钱 然后自己去 有自己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就是搞钱 教的人很多有 特别是我们女生 说实话就是自己赚钱 买自己的包包 装自己的故事 是的 所以 下一个 年龄焦虑 年龄焦虑 谁写 先辈写 先辈 你似乎是一种粉刺 就像这几天 就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大家都说 没关系的 你还 十八岁 我已经十八岁了 十八岁它是一个 短折点吧 就是因为你要开始 承受一些 以前没有承受的压力 或者说承担一些 以前没有承担的责任 或者说 你要独立地去面对一些事情 然后没有人 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一方面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已经十八岁了 就是我发现有很多 很小的 他们也很厉害 然后我就感觉 就是说现在厉害人 年龄越来越小 就是我看 就是越来越卷了 就是你很重 我觉得你太考虑 我十八 我应该长大 就是你太把长大 当作一个生命 必须要有的过程 就在我的概念里 我觉得所有人 都不需要长大 而且大人这个概念 是社会给你的压力 对 让你觉得你必须 成为一个大人 对 我一直觉得 我在吃年龄红利 我觉得先被你想好多 对 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这个是事实 你就十八岁 我们人人都有过十八岁 十八岁是什么 每个人都试快了小狗 对吧 那我们十八岁 那我也在经历我的痛苦当时 但那些痛苦就是必经的 就让他 那个时候我觉得 应该随波逐流 那个时候 十八岁根本不用想到去 我们要 我什么 对 年龄红利 就没有这个词 根本没有这个词 对 发展太快了 你们小时候 我们可能十几岁 你们就有手机了 我们那个啥也没有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 可能拥有的信息越多 其实我觉得越应该当快乐小狗 如果现在你开始焦虑以后 以后那些事情 可能你到我们这个年纪 你到27岁的时候 你都已经 就是那个时候 18岁的快乐 你都接受不到 你都忘了 大家喜欢你是因为 你知道你自己唱得多好听吗 你出舞台真的让大家 你穿一个校服就站在那里 然后是多纯粹 那个是很自我的东西我觉得 像我现在这个年纪 我有过这些舞台的经验也好 或者怎么也好 我应该提醒自己 保持你们现在 所拥有的这种自我 而不是我的舞台 要变成什么流水线 你懂我意思吗 下一个 那摆烂焦虑 摆烂焦虑 真的 可以非摆烂了 所以不焦虑 他意思就是 他不能让自己摆烂的意思 想让每天都活着有那种一点 对 我是那种如果 感觉今天那个做我们的事情 涉嫌会有点歉解他 你觉得会有吧 会有 你也知道 就是肯定都有清楚对 就是 除非就是我忙碌了一段时间以后 突然醒下来 就是要给自己唱 对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给自己休息 所以我会过来非常 你所遇见 就我非常有顾问 因为我也是 就比如说我给自己 列今天我要做这事 你也会 我会 J人 真的 我也是 我也是J人 J人 如果超过自己的计划 就是五分钟 列完 列完的计划时间差 超过五分钟就想原地自杀 就是这样子 没有 因为像 就是像 包括我很想要那个转盘 是希望自己知道 我明天要干什么 可以 但你会干吗 真的 我真的会干 是真的会 一个一个把它清除掉的那种干 你会像这个 对 一模一样 真的 真的一模一样 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真是 真的 金老师 金老师 荣幸 我的荣幸 干杯 干杯 为我们 蓝三切 不 我也是蓝三 衰老的 衰老的 有影响我 我有个情况 就是我会在我起床时间之前 我闹钟响之前行 我也是 而且我闹钟 就是我专门有一个闹钟的一个软件 它不是那个自带的 那个自带的 我觉得我会 我会 我会就是 炸出心疼 我的妈呀 我炸出心疼 我也真的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假抗 我的心态原本就比较容易过速 你知道我每次在学校起来 都叮叮 开手 嘣嘣嘣嘣 所以你起床期 是因为身体会很难受 如果被开心的时候 就是我没有起床期 我哪里有起床期啊 今天早上是我叫你起的床 蔡景欣 就是你知道吗 他一直都很在乎 有一次他早上 我们在洗手间碰到 他一定要摸我的胸 然后我让他别碰我 他觉得是我的起床期 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 什么一定要摸你的胸 你在说什么 你就是这样子的 我真的要吐了 他讲话很恶心很奇怪 你能做我不能说 什么叫摸你的胸 是啊 我们先上来 这个是谁 战火会被蔓延到我们这边 哎呀 反正 反正就是他一直认为 我有起床期 但是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起床 反正就是跟他说话 他就说什么 你现在先别跟我说话 对 我现在先别碰我 但是我能理解 因为就是会心跳很快的话 会有点烦应该 我不会 我起床 我真的不是起床期 我就是那个时候纯烦你 让你别碰我 没有 开玩一下 好 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吧 最后一个 看一下安琪姐的焦虑是什么 这个稍微有一点沉重了 这是我们所有人 也都会焦虑的事情 我觉得 家人健康焦虑 就是在外面工作 现在大家都会越来越忙 那我也希望我去 后半生 我爸妈是由我来养的 对 我很骄傲的 从小我就在外面 很少很少的时间 是和我父母在一起的 到练习生之后呢 就更忙了 父母也永远对孩子 对吧 报喜不报忧嘛 突然一通电话打来 然后说啊 奶奶走了 都不告诉我 然后我那个时候 也无法回家 然后那个时候 就第二天我必须要大考核 取决于我留与否 16年我就开始经历 咱们现在在经历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更是小透明 然后我又记得 在那个很小很小的那个 一个洗衣房里 只站着下我 然后就在里面 爆哭 痛哭 然后那个时候 我又打给那个 我们公司的那个老板 我说我可不可以 回去一天 我说求求你们了 但那个时候也就是 不可以 他也会说他就接受吧 我总能接到这样的电话 你们吧 我送走我的家人 一波又一波 然后到这两天 我再来这个节目 我们不是10号来吗 然后10号 当时我有工作 然后但10号工作结束之后 然后我爸妈就跟我说 我爸就说 前两天查出来个肿瘤 是不是就这么抓吗 其实我爸是心特别系的人 就像以前出的 我出道这几年 不是总有一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吗 舆论也好 我爸一个大男人 他就刷到就哭 刷到就哭 然后我妈妈会悄悄 发信息跟我说 他说最近 爸爸发发信息 安慰安慰爸爸 他说爸爸每天 每天晚上看 看你那些东西 都会 都会那个 然后但我这次 我爸是站到我前面 那我就觉得 那我为什么 不为他而然站 我们为什么说 我爸今天特别好 你今天好吗 然后我爸我家说 我马上进手术室了 OK的 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也感谢上天真的 特别感谢上天 特别感谢上天 所以这些 就是忘掉那些焦虑 选择先忘记一些 一些事情 真的会让我们 变得更和蔡 上天也会劝顾我们 我认为 真的 这班就上到这儿了 OK 下班 谢谢 那我们来学习一下 安智姐的新歌吧 我带了音箱 我们一起拍一个 舞蹈挑战 还怪我打歌呢 我拍一个舞蹈挑战 所以这个手指在嘴旁边 然后撞两边的胸啊 会看这样 对 这个 就是 就是 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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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差不多 蹦蹦 然后 然后 推出去 推出去 然后两次 头 对 绕手 绕头 等一下 妈嘴 妈嘴 然后 转过来 然后再两次 一样的 一样的 换一只手 换一只手 make a wish 谢谢 会了没 来 还没 好 开始了 妈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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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就跳太多了 开始了 不是 不知道是 是 可以吧 好了 可以了 谢谢大家 我也很满足了 可以了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选择 大家会选择在场的谁 我也选佩玲了 分手快乐 我突然 没有自信了 已经调出我的Top3了 当初是你选了他 除了他唱的好听之外 因为他长得很漂亮 yes 好 那我选班马 那我就选爸爸 why why 因为蔡卫泽 太黑了 他讲的就让你害怕了 他 不好 我是个 不羁的帅哥 you know 他的know还写说 you know 我现在鼻孔长大了 蔡卫泽人生第一次最镜头哭 就是现在 太可爱了 你最想要吐槽节目组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都有点好 我有点怕我写太多 你真的乱 亲爱的VG 我知道一旦我揭开这个秘密 我的人生将从此不同 你准备好了吗